幽州城 杨琪自从到达幽州城后,整个人就彻底放松了下来。 只要不出城,那么安全就完全有了保障。 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整个人都胖了一圈。 这是他穿越过来难得可以轻松的日子,就是有一点不好。 为了维持自己和尚的人设,每天只能吃些素菜,嘴里都快淡出鸟来。 不行,忍不住了,得想点办法改善一下伙食,解解馋才行。 现在摆在杨琪面前有两个方法。 一是偷偷恢复成本项,然后在城中大吃大喝一顿。 二是偷偷跑出城去,在没人的地方打点猎物,然后烤着吃。 思来想去,杨琪还是决定用第一项偷偷溜出去吧。 毕竟他对自己的手艺没有太大的信心,万一烤得不好吃,那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偷跑出来的机会。 所以还是选择用自己原来的样子去酒楼中大吃一顿。 但自从到了幽州城,住进了郭准的府中,严明便成天缠着杨琪,好像是生怕他跑了一样。 该如何才能偷偷溜出去,这样让杨琪犯了难。 待在屋子里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还是去看看严明在干什么吧。 严明你干嘛呢? 杨琪走出房间,看见院中严明正在那里练拳。 我在练功。 严明停下动作,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练什么呢? 罗汉拳。 你再打一遍我看看。 听到杨琪的话,严明也没有犹豫,直接摆开架势开始打了起来。 看得出来严明的基础很牢,一套罗汉拳被他打得虎虎生风。 一招一拾都十分标准,由此可见他在这门拳法上是下了功夫的。 可这罗汉拳乃是佛门入门的拳法,乃是佛门拳法的基础。 练好了罗汉拳,打下了基础,以后再修炼其他佛门武学也就能稍微容易一点。 很快严明就将这套拳法打完,杨琪点了点头,不错,除了这个你还会什么? 我只会这个。 严明摇了摇头,师父只教我这门拳法。 那师兄在教你一门,长法如何? 好啊,严明开心地蹦了起来。 他一直都想学到更厉害的武功,可是几元禅师每次都以他年纪太小为托词拒绝。 所以他现在只会一门罗汉拳。 看好了,我现在教你的这套长法名叫大力金刚掌。 大力金刚掌? 我怎么从没听说过这套长法? 严明问道,我也不记得我从何处学到的,只是记得如何施展长法。 诗意是个很好的借口,就算怀疑也没有直接的证据。 你看好了。 杨琪开始将大力金刚掌传授给严明。 而在杨琪的预想中,严明应该属于那种天资聪颖的天才儿童,肯定很快就能学会。 但事实上却令杨琪大跌眼镜。 严明虽然可以一遍就将大力金刚掌的心法口诀记住,但却很难完整地打出来。 每一掌打出,都好像是身体不听使唤一样,动作十分奇怪别扭。 而且,招和招之间十分不连贯,就算是初学者,也不会如此不堪。 师兄,严明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低下头不敢看向杨琪。 杨琪自然是明白严明的意思,不过他装作不在意地说道,怎么了? 我太笨了,怎么学都学不会,当初罗汉拳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整地打一遍。 原来是这个呀,我当是什么事呢?杨琪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学得慢没关系,我们慢慢学,这套长法又不是特别高深,我相信你能学会的。 杨琪安慰道,可是师兄,我这样的笨,真的能学会吗? 师兄相信你,我们一点点地学。 怎么看,严明都不是如此蠢笨的人,怎么学武功这么费劲呢? 杨琪一直都在思索严明身上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之前都想过他可能是严明的身份十分特殊,但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杨琪甚至都想过这里面会不会和皇家牵扯上什么关系。 毕竟楚丹歌如此大费周章,几元禅师为了此事都死掉了。 可没听说过夏皇有这么大的皇子,所以他已经将这个可能性排除掉了。 难道是因为严明体制特殊,乃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所以各大势力要么想得到他,要么想毁掉他。 可今天一看,貌似也不太可能。 算了,不去想了。 现在已知的信息太少,根本分析不出来,还是想想怎么溜出去吧。 看着严明还在那里肢体不协调地熟悉这套长法,杨琪上前说道, 我出去一下,你先好好练,争取在我回来之前能完整地打一遍。 若是按照往常情况,严明肯定要跟着杨琪一起出去。 不过他现在情绪有些低落,师兄教他的长法还没有学会,也没心情跟着。 只是木然地点了点头,继续一点点地将大力金刚掌熟悉起来。 呼,杨琪偷偷地松了一口气。 看来这个方法真的管用,本来还很头疼严明一直缠着他。 现在好了,杨琪可以偷偷恢复自己的本来样子,去改善一下伙食。 为了以防万一,杨琪还偷偷将圆月弯刀背着。 走出将军府的过程很顺利,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离开。 宋东风从来到黑石城后,每天都逼着谢芙蓉勤练武功,并且不断用建议来冲击他的心神。 当初宋东风就是因为没有师长指路,一直徘徊在原地,不能突破。 若不是遇到那名神秘刀客,以刀意淬炼自己,恐怕到现在依然还是不能领悟出建议。 宋东风也托郭准在江湖上打听一下,有哪些使用弯刀的高手。 弯刀啊,我倒是听说,枪人那里有一名擅使弯刀的八品武者,难道是他? 郭准听到宋东风所说,开口说道, 他叫什么名字? 查干德木图,是枪人中有名的年轻武者。 难道会是他?宋东风的心里泛起嘀咕? 可这也说不通啊。 对方为什么要如此帮助自己? 不对? 肯定不是他,应该另有其人。 如今,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忙碌的事情,只有扬其一人改头换面地跑到酒楼中大吃一顿。 悠然居,黑石城中最好的酒楼。 杨琪恢复成第一项之后,就直奔这里而来。 他都已经打听好了,悠然居的羊排乃是一绝,所以他直接点了一大份。 而就当杨琪大快朵移的时候,一个人突然坐在了他的面前。 呀